你好,這裡是埃德加,寇德斯特姆 去你媽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明石,歡迎回來繼續收看我們閒俱樂部的遊戲影片 那我們趕快開始吧 所以,這是一個固定電話的網路 你成功地潛入佛克森的辦公室了 沒錯,我進來了 根本連一個警鈴都沒有觸發呢 幹得好 現在是Dono1在跟布蘭迪斯通電話 看來你是找到了約翰娜跟我們說的固定電話的是吧 這邊音樂太大聲了,所以我要調小聲一點 有需要我跟妳解釋一下它的原理嗎 好啦,只要不讓你自己覺得很老就行了 閉嘴,安靜的聽好 好啦好啦,你說吧 我這樣拿就對嗎 聽好,它其實跟一般的電話沒有兩樣 你應該看得到一個數字鍵盤連著電話 那就是啦 所以你要用這個鍵盤 輸入一個九位數的電話號碼 才能夠博通電話 你也可以用自己鍵盤上面的小鍵盤 或者輸入數字鍵來進行輸入 所以我的鍵盤現在終於有用處了 我終於可以不用玩點擊遊戲了嘛 這樣感覺還挺酷的啊 你應該有約翰娜的聯絡資料 在你的神經驅動裡面 如果你想要隨便試試看的話 啊,我會同意到處搜索一下的 看我能不能找到一些有用的情報 來幫助我們打擊MNA 我已經把我的驅動程式設置為偵探模式了 所以它會自動偵測到有用的訊息和重要的資料 我也同時載入約翰娜的聲音 也載入了阿卡拉幫我準備好的聲音 我那時候是選擇埃德加博士嘛 這樣肯定錯錯有餘啦 祝我好運 以埃德加他的名氣、地位、影響力來講 或許沒有什麼影響力啦 但是以他的名氣來講 應該有一派 這裡面的員工應該有一派 是忠實於崇拜他的人 會聽他的話吧 好啦,那... 欸,桌上的東西可以點耶 他們的東西都可以直接飛過來喔 跟鬼斯特一樣 這裡有一些文件 看起來像是會議的時間表 血緣收割計畫討論 7月15日10點半 62號辦公室 COO耶 這個是約翰娜他要去參加的收割計畫嗎 賦全中層經理 7月6日 HR 並購ECUK CEO CFO 接下來的步驟 嗯? 這是他們這週的行程 行程表整個都在桌上喔 不過他剛剛說的血緣收割計畫是什麼東西啊 他們在收割什麼啊 他們將人類當成一個收割品嗎 他們 進行這個計畫並不是為了要做實驗 也不是因為好玩 也不是因為權利 而是要把我們當成收割品 突然有一種光明慧的感覺 他們該不會是蜥蜴人吧 天啊 這是一個真腦骨耶 上面還刻著一行字 這是什麼意思 對於未逢亂世的人 戰爭界是良辰美景 這個交友真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瘋子 戰爭對他們來說有什麼好處啊 而且 以他們要推行社會心理福利來講 怎麼還會有戰爭呢 這個超路公司裡面真的充斥了很多矛盾 我也不曉得這個矛盾到底是不是因為我引起了 我一開始把那個47歲的CEO 跟那個約翰娜塞入 朋克之魁這個元件 真的造成了很嚴重的影響 這是什麼 一個紙條 由於你之前抱怨說過 電腦違背了你的風水原則 所以我把它安裝在一個隱藏起來的隔間裡面了 蛤 如果你要使用它 用你的電話將它開啟 所有的數字都拨打7就中獎了 你回來之後如果還有什麼需求我們再討論吧 佛朗希斯 佛朗希斯 是那個CEO嗎 這個變鳥子真的是太好用了 這從1980年代以來 就一直在幫忙洩漏器的機密 變鳥子啊 不過現在應該都用聊天軟體直接傳訊息了吧 這些是人造花朵 摸起來像真的 但是可以保存好幾個月 所以他們這邊沒有像哇哈的酒吧裡一樣 有那種全影像的花束嗎 全影像的盆栽 裡面還有一張卡片 很高興你回來了 亞德里安 跟我打個電話就會即時更新你 人力支援布凱倫 55502 5272 這個我要記得 他們有點操之過急了吧 他說的亞德里安就是那位CEO啊 亞德里安佛德森還是佛格森那個 好啦我們先來看一下電腦裡面的內容 呃 全部都打7嘛 用原聲打進去就可以了吧 欸 結果我的鍵盤還是不能用嘛 我還是要用點的 在搞笑喔 我被多多萬片了嗎 開啟了辦公室電腦 太好了 哇 終於有點黑客的感覺了 哇電腦升起來了欸 這台是什麼東西 來吧 給我看看你隱藏的秘密 這個時代還有這樣的主機喔 不是應該直接做成一體成型嗎 喔當然了 它需要一個密碼 你就不能試著破解看看嗎 我試試看 這是 這是管理員權限 我喜歡錢 呃 這是什麼東西 第三個 不行 這個電腦太先進了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 其實逼他自己的主人說出來 你要我找一個拷問專家嗎 哇 阿卡拉那個時候說他給我一個拷問專家的 可惡 我可不可以去逼一下那個阿卡拉 剛剛講說如果你不帶那個拷問專家來的話 我就不讓你充電了 你在開玩笑嗎 別找任何人 我會試著自己破解密碼看看的 不過對阿 如果真的來了一個拷問專家 讓他知道的話 讓他知道我們在 幹這件事情的話 好像也挺危險的 現在正是利用阿卡拉在 佛格森腦裡面 安裝了絕佳實際了 我得設法 你如果上哪 這邊這段音樂真的超大聲 有夠吵的 這個遊戲 我玩到現在為止 我只覺得有一個缺點 就是 他的音樂也是忽大忽小那一型的 還蠻討厭的 痾 痾 再看一下電腦 我不能亂拆嗎 1234 不行 都不行阿 這些應該都是錯誤的 這四個選擇都是錯誤的 欸我也跟他講話欸 衛圖諾蘭 我需要你的幫忙 我需要聯繫上佛格森 有什麼好主意嗎 公司裡面難道沒有人知道怎麼聯繫上這個人嗎 希望有吧 我繼續幫你找 哇 結果問題被丟回來了 我想 約翰娜應該知道吧 打給約翰娜 55 10 8 444 跟約翰娜說話的時候 我最好還是因為我自己的聲音吧 嗨約翰娜 這裡是布蘭蒂斯 你需要什麼 痾 我得聯絡上亞德里安佛格森 有什麼好主意嗎 他的手機沒開機 你現在又在他的辦公室 所以沒辦法的話 試試看他家裡面的緊急固定電話吧 但是我沒有那個電話號碼欸 難道他不在辦公室裡面嗎 說不你可以問問看人力資源部 我問人力資源部不是 把我們潛入這邊的事情給他洩漏出去的嗎 不要吧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點的 好吧 只有這個線索了 55 025 272 好 你好 這裡是人力資源部的開門 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嗎 你好 這裡是 盧卡斯 烈巴奇格 很抱歉 烈巴奇格先生 這條線紙線內部工作人員使用 我是一位員工啊 我們員工裡面沒有一位盧卡斯烈巴奇格 我很抱歉 難道你還認識公司裡面每一位員工不成 你是個機器人啊 我想要恐怕聯絡保安人員 完蛋了完蛋了 死定了 請問你是如何獲得這個內線的訪問權限的先生 算了 唉呀 還真的不能從他面前蒙騙過去呢 是吧 我就這樣掛掉了喔 這樣子沒事嗎 等下保安人員就來了吧 不太好吧 我如果再打過去一次會怎麼樣 完蛋了這樣不太妙吧 我覺得多多萬應該要委託鬼之特來救我吧 鬼之特不是什麼委託都辦得到嗎 趕快把布蘭迪斯救出去 等一下保安人員就來了 I love money 好吧 呃 欸等等等等 我記得這邊還通電話嗎 人力 喔這是人力支援部的凱倫 完了 現在 現在只能打給 埃德加博士了嗎 可是我打給他做什麼啊 我打給他然後再用他自己的聲音跟他講話喔 算了打給他 欸不對我還沒有他的電話 想辦法連 系上他 再打給約翰娜 救命啊約翰娜 幫我想想辦法啊 你好歹也曾經是這裡面的約公吧 你現在是這邊的首席 財務官不是嗎 嗨這裡是布蘭迪斯 有什麼好主意嗎 緊急固定電話 問人力支援部 問一下再打過去給人力支援部 太妙吧 我的選擇怎麼 這麼危險 寧波打的電話號碼不存在於內部網路 哇我被屏蔽了 騙你的 這個號碼是錯的 白痴喔他到底在幹嘛啦 再打一次 5 0 25 27 你好這裡是人力支援部的凱倫 有什麼可以幫你呢 嗨這裡是傑米約翰遜 門都沒有盧卡斯 媽的 不要再開玩笑了 現在情況很危險耶 布蘭迪斯 搞不定有狀況喔 只能繼續打給他了 我做這個選擇啊 嗨這裡是人力支援部的凱倫 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嗎 這裡是解密約翰遜 哇 真的沒辦法了 7月6日 你要說這個是號碼嗎 77235000嗎 他後面的數字為什麼黏在一起啊 77235000 零 不對 這關應該沒有那麼複雜吧 喔 這一個頁面 這個介面 他是在變聲器改變聲音啦 我一直以為這個只是看現在任務目標的清單而已 就不是 我現在點愛德加博士 就代表說我現在是愛德加博士的聲音 不仔細看上面的說明就是這樣 莫名其妙卡關 等一下那這樣我只可以二整一下耶 我用約翰娜的聲音 去打給人力支援部門看會怎麼樣 272 那應該認識約翰娜吧 他們的營運官耶 嗨凱倫這裡是 晚上好約翰娜 這剛才聽到你回來了 我們都為你擔心死了 我相信你只是需要遠離公司一段時間 讓自己好好放鬆一下 就可以擺脫自己的焦慮症了 我可以幫你做點什麼嗎 是的凱倫 我得聯絡上亞德里安佛克森 他不在自己的辦公室 我有急事要找他 他最近身體不太舒服 所以他目前在 靠海港的別墅休養 幸好他有在家裡面安裝一個緊急聯絡電話 你記一下 喔有了有了 收到謝謝你喔 麻煩轉告他 人力支援部門祝他早日康復 好再見 YA 等一下那我打給約翰 我打給多諾萬的話是不是可以 喔不行喔 可我本來想說我可以用約翰娜的聲音 故意跟他調情一下 看他會什麼反應 現在 我有其他人的聲音了嗎 喔沒有我現在只有約翰娜的聲音跟 艾德加博士的聲音 還有我自己的聲音 我試試看用艾德加博士的聲音 打給人力支援部會怎麼樣 他們應該會嚇一大跳 你好這裡是人力支援部的凱倫 有什麼可以幫您的嗎 呃凱倫我是 這一個凱倫是阿卡拉機器人啊 所以他才叫他爸爸 我剛以為他是真正意義上的爸爸就不是 他是阿卡拉機器人 但是你不應該如此的 畢竟我們不是因為你的編成的力才愛你 而是因為你的創造力對吧 你就繼續研發那些稀奇古怪的新點子就好了 有阿卡拉在你的身邊 沒有什麼是你實現不了的 應該是這樣子吧 還是說這所有員工其實都是 艾德加博士為爸爸 這樣子約翰娜應該也會叫他爸爸才對阿 然後那個律師可能也會叫他爸爸 如果我當時玩多諾萬的時候 我有從其他人那邊口中聽來 他們對艾德加博士的看法 我應該可以在這邊更有效地利用艾德加的聲音 畢竟如果你的發明都已經能幫你工作了 這也還是你的攻擊不是嗎 對吧可能吧謝謝你讓我振作起來 聽著我有一件事想麻煩一下 我 我忘了我為什麼打過來了抱歉 哇 這邊為什麼紀錄阿我是做了什麼關鍵選擇阿 算了 我想我應該要用 行為艾德加博士的聲音 打去給首席財務官好了 我覺得他應該會跟我吵架喔 因為他跟我裡面已經不一樣了嘛 693030 這邊好好去喔 原來變身器是這麼有趣的東西 喂 你好這裡是艾德加 摩德斯特姆 去你媽的 去你媽的 呃 看來這佛格森士那安裝的朋克直路 特別有效的是吧 哇 被掛電話了 他好兇喔 好啦 用約翰娜啦 約翰娜應該 可以跟他探討一些情報喔 畢竟我們裡面是差不多的 喂 雅德里安是我約翰娜 我有事找你 去你媽的 為什麼還是去我媽的阿 那 那 那我只能用自己的聲音了嗎 用原聲找他 把他拉攏進來我們的紅仙俱樂部 幹什麼 雅德里安佛格森 這是哪位阿 你可以去死阿 冷靜一點 我不是你的聽命屬下 我是布蘭提斯 我是個自由職業的黑客 我打算把 SPW和MMA的系統搞垮 然後你居然用我們內建網路跟我聯絡 非常大膽笑著 我喜歡你的風格 我打開你是希望你會跟我一起聯手打擾超路 當然會啦 但是你是怎麼知道我的 崭新的看法 我的大膽是整個城市裡面最結束的情報販賣員了 讓一個首席財務官 大膽 非常的大膽 我喜歡剛剛後面那段怎麼沒有翻譯出來 他剛剛後面的意思應該是 指讓一個首席財務官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他所有的情報我們都已經知道了 我能怎麼樣幫你呢 我現在就在你的辦公室 我需要你的電腦密碼 我都是來真的是吧 哇他直接告訴我密碼了耶 收到 寫啦 直接進去嗎 雖然我覺得現在不太妙 先 預防萬一先換成艾德加博士的聲音 這樣至少遇到任何人我都可以用他的聲音來講 如果這個艾德加博士 他是處於一個大家都不知道他真正長什麼樣子 但是只認得出來他聲音的一個形象人物的話 那我大可直接就這個樣子 布蘭迪斯這個樣子 然後用他的聲音直接走進來超路公司耶 大家都認不出來啊 只知道我是艾德加而已 好啦我們 來害盡他的電腦吧 哇靠這密碼居然是錯的 福哥真的叫我最好沒騙我 糟糕 完蛋了喔不好的預感 他給我錯密碼 現在是不是啟動了什麼 自爆裝置 警報裝置 先用回原聲 再打給他一次 55 6 9 3 0 030 喂 嘿這裡是布蘭迪斯 你給我的密碼是錯的 那些王八蛋把他改了是吧 他們 所以說這個公司裡面有另一個人是知道這個密碼的 所以才有辦法再改你的密碼囉 我不過一天沒上班 這些傢伙就把我鎖在門外 抱歉小貨子 我恐怕沒辦法幫你了 真的假的啊 你不是給我錯密碼吧 我不知道這個要求會不會有點過分啦 但是 你如果可以把你的醫療證件給我 我就可以用我的變身器來重新建立一份你的聲音來試圖假扮你 然後看能不能套一些內部員工的話 喔 這樣的話我們還是有機會打擊他們的 全真膽子最大的傢伙 好 我根本不管這個他媽的系統了 你就把你需要的都拿走吧 我的醫療證件是 喔他真的給我了 謝謝你 我現在只需要把這證件給多弄萬 讓他給阿卡拉看看能不能獲取佛格森的生物檔案 好啦 我已經差不多把能給的都給你了 我不想要再捲入這個無聊的遊戲裡 所以我要去沿著海灘好好散個步 他整個人已經退出這個江湖了嗎 沒問題啦 你幫了我一個大忙 我們贏了之後我會忌平香檳過去的 瞄準他們的致命點啊 有趣 嗯 佛格森給了我他的醫療證件 可以幫我準備好他的聲音嗎 好啊 阿卡拉已經搶先一步了 嗯 搶先一步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阿卡拉為什麼會知道他的醫療證件 是他早就知道還是說 他其實正在監控著現在的布蘭迪斯阿 阿卡拉已經把佛格森的檔案上傳到你的神經驅動了 謝謝啦夥伴們 加油好好幹 我從上一集還是上上一集 我就已經開始對這個阿卡拉覺得有一點擔憂了 這傢伙果然 有點問題啊 我最終雅德里安佛格森的聲音 打電話給約翰娜好了 看他怎麼反應 鬧他一下 我問他應該知道這條內線是誰吧 喔不行喔 還是要用他的聲音啦 用自己的聲音 打給...人力支援部 雖然我知道這是一個危險的舉動 可是我就想要看一下能不能反應 你好 這裡是人力支援部的凱倫 有什麼可以幫你嗎 哈囉凱倫 哇 亞德里安 我要問你正在別處休息呢 你還好嗎 還好 謝拉 你應該繼續休息呢 沒問題的 別擔心今晚的計畫 一切都在拉蒂卡的控制之下 我已經感覺好多了 所以我想要在這個關鍵時刻 幫助公司一臂之力 真的很感謝你這麼勇敢 亞德里安 聽著 有人改了我的密碼 我現在得用我的電腦 哇 真是不幸 但是我恐怕幫不了你了 你可能要諮詢佛克希斯來幫你解決問題 你可以給我他的電話號碼嗎 首席技術官佛克希斯科卡內特 技術官 誰啊 我用別的聲音打給大家看看 五五四六四 首席技術官的辦公室 怎麼了嗎 嗨 佛朗希斯 這裡是約翰娜喔 哇 約翰娜 你已經回來上班了嗎 你還好嗎 說起來讓我感到羞恥啦 我的植入故障了 所以我才突然發瘋了 真抱歉啊佛朗希斯 我真的覺得故意在這邊鬧得那麼超有趣的耶 我現在就跟布蘭迪斯一樣 完完全全沉浸在玩變身器的這個樂趣之中了 我的電啊 那也真恐怖 你還好嗎 今晚我一個人來沒問題的 不 我沒事 我已經把它修好了 謝啦 我也想要幫忙 今晚可是一個重要的一晚 說得對 真高興你回來了 我可以幫你什麼嗎 呃 仔細考慮後其實沒什麼事情 謝謝 那用 埃德加博士的聲音 他應該也會嚇一跳吧 技術官 他應該是直接博士的 下屬吧 嗨 佛朗希斯 這是埃德加 我 欸 你這次又搞砸什麼啦 欸 還是相信我一點好吧 老爸你需要什麼 怎麼態度跟我想的不太一樣啊 怎麼這個首席技術官不怎麼尊敬我們博士啊 呃 我忘了為什麼要打了 呃 好吧 用亞德里安的聲音過去 032 我現在倒是很想用博士的聲音搭給那個律師的 熟悉技術官的辦公室 怎麼了嗎 晚上好 佛朗希斯 喔 亞德里安 你怎麼打來啦 我以為你回家休假的欸 對啊 前陣子因為壓力太大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但是隨便吧 我想要待在這裡 我們輸了真好朋友 今晚我們將要創造歷史 我可以幫你什麼忙嗎 沒辦法用我的電腦 啊 那個不好意思 由於你前陣子也不確定自己需要修多長的假 所以我想我應該可以幫你改一下密碼的 為了身中起見 接下來幾天都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你也懂吧 我明白 很穩的 弗朗希斯 穩的老哥 那現在的密碼是什麼呢 我不想要玷污你的風格 所以我對你的偶像做了一個小小的敬意 所以歡迎你回來的一份小禮物 我的偶像 這是誰 這是BEST 他故意把E那個給他轉過來喔 前面這是一段人民 然後後面是寫說他是最好的CFO 好的 我今晚還有別的事情要忙 謝謝啦 朋友 需要什麼隨時跟他說 剛剛那個拼音的話那個人會是誰 他的偶像 是這裡面其中哪一個人嗎 他仰慕了對象嗎 也不是約翰娜嗎 不是 他不是S開頭的 好啦 那 先來電腦看一下有什麼資料吧 太好了 進入了 該死 有幾百個員工檔案在這裡面 我得篩選一下最眼熟的幾個 好 先來看一下吧 除了弗朗希斯和愛達加之外 看來我找到其他所有人的訪問權限 這個亞德里安這個 他的權限這麼大 好 來吧 我應該先看誰的檔案呢 當前用戶的檔案 收到保護檔案 我應該先從開放檔案來看 才不會驚動太多的東西 拉瑞莎 娜伊瑪 先看一下戴安娜梅耶斯好了 好的 我進入了他的帳號 我得運營一下我的數據庫速讀軟件 來看這裡面有沒有什麼是有用的 他現在31歲 顧問工程師 參與的項目 社會心理福利 他有他的固定電話號碼耶 喔 所以我現在可以打電話給他囉 他的植入屋是在超過公司的診所訂製的 所以我們可以訪問他的醫療數據 好啦 分享給阿卡拉 就可以用新的變聲器來安裝戴安娜的聲音了 太有趣 等等 這是什麼 有一個隱藏檔案叫做故障保護 我的天啊 這看起來像是戴安娜為了對付超路公司有留下的最後王牌啊 就怕情況的發展對她越來越不利了 檔案內容只帶了一個受損的SPW舊版本 應該能夠摧毀整個內部網路系統 就是這個了 多諾外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我 我找到了 這就是我們的中心目標嗎 現在就運行這個檔案吧 或者就做你們黑客自己的一套什麼 我們任務還沒有完成啊 黑客除了要能夠進入之外 還要安全的全身而退才行 事情看來不是那麼簡單 這個受損的檔案是針對整個項目的主要資料庫 而該資料庫的管理人是艾德加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了 我們的東風就是艾德加的檔案 我得設法侵入她的檔案來試著把系統恢復到之前受損的版本 恩 你們黑客就是喜歡把事情搞得這麼複雜 如果我可以把現在這個社會心理福利的資料庫 改成之前受損的版本 那也許他們 照常在推行這個社會心理福利計畫的時候 就會推失敗 但是也不一定喔 因為誰知道那個受損的版本 會不會出現更嚴重的後果 可以用艾德加的帳號訪問一個受損的版本 來防止M&A的運行 如果我們設法進入艾德加的帳號 那這個邪惡的機器就沒戲唱了 現在 應該先看看誰的檔案 先看看 先離開一下 我先 給多諾萬 叫他幫我用戴安娜的醫療證件 OK 這邊真的很奇怪耶 阿卡拉或者多諾萬為什麼他們速度這麼快啊 你知道怎麼獲取戴安娜的病毒嗎 戴安娜的病毒 他的 原件裡面的病毒嗎 用一個假聲音欺騙一下首席技術官 恩 我得找出一個安裝戴安娜病毒的方法 有沒有什麼好主意 多多萬就好阿 反正這是你的事阿 黑客的事情我不懂阿 你竟然的狀態不太好是吧 我壓力很大了好嗎 我知道我知道 我猜我們最大的勝算就是這位首席技術官阿 喔 如果有人更了解該怎麼在超路控制內部網路上面安裝一個病毒的話 那肯定就是他了 可是這也是一個雙面刃耶很危險耶 打電話囉 打給亞德里安嗎 我用淡納的聲音 然後打給亞德里安 5 555 6 9 3 0 3 0 3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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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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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喔? 繼續用戴安娜的聲音 打給技術官 跟他問一下病毒的事情 首席技術官的辦公室 怎麼了嗎? 你好,克卡內特先生,這裡是戴安娜美耶斯 嗨戴安娜,怎麼了 我在SPW項目裡面 發現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我們得在系統上線前,立刻幫他修復好 他是技術官耶,我剛剛扯這個 他不會露出馬腳嗎? 我,我,我不曉得該怎麼說才好,但是 我在SPW裡面發現一個嚴重錯誤 什麼?為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在最後一秒再去做任何修改了 今晚可是很重要的啊 正是因為如此 我才得趕在他上線前把他修好啊 聽著,就算我同意了這個荒謬的事 要想在這個階段修改電腦 你也得用一個辦公室的 SREAD來在超電腦的數據流裡面 新增新的東西 而且這樣添加完成之後 你還得讓拉蒂卡用他的生物檔案 在新的編譯版本上面簽名 還要他的生物簽名喔 數據簽名 好吧,我們有辦法聯絡上拉蒂卡嗎? 我必須複製一份拉蒂卡的生物檔案 你也知道我們的總裁不接聽電話的 他只撥打 只單方面傳遞訊息 如果我設法弄到一個可以用的編譯版本 你會同意讓我把它轉移到生產階段嗎? 如果局勢確實你能擔憂到需要的話 好吧,我會跟你保持聯絡的 找出一個可以讓弗朗西斯感到擔心的事件 讓他批准你們把病毒上傳到系統裡 事情越來越難辦了 我們有一個新挑戰的阿多諾萬 我們必須偽造一下拉蒂卡的生物檔案 如果我們想要在超過公司的數據庫裡面運行一個軟件 就必須經過總裁的同意讓他簽名再寫 喔,我聽說了,真是一個謹慎的孩子 你跟我說了之後馬上就跟阿卡拉說了 他認為他辦得到 可是沒辦法建立一個能夠讓你偽造他生意的版本 但至少有足夠材料偽造他的簽名 喔? 有簽名就夠了,這才是我們最終目標 不然我如果只有他的生意 我還要用各種方式想辦法用到他的簽名 如果這位需要你去探索更多關於我們目標的相關資料 由於你的搭檔,我是一個情報收集天才 所以我都已經幫你搞定了 有關拉蒂卡被阿卡拉系統複養長大的大量珍貴情報 已經足夠讓我們揭露一切關於我們小可愛CEO的機密檔案了 喔,好想我之前我有問到嗎 阿卡拉正在把檔案上傳給我 你可以事後再感謝我 拿到一個成績就是做我的功課 阿卡拉的生物檔案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布蘭迪斯可以編制不同的編譯版本了 喔,這次速度還蠻快的嘛 那,我現在 繼續看一下別人的檔案 看一下律師的,他到底是什麼樣的定位阿 娜伊瑪,柯賽,34歲 這裡寫他的固定電話號碼 呃... 天啊,這個女人真是無聊透頂了 而且他還給每一個檔案用不同的密碼上的鎖 我也理解他吧 想到他的老闆可以自由的進入每一個員工的個人檔案之點 這裡沒有什麼有用的 他是律師阿,所以對自己的隱私權還是很重視的 另外,他的植入屋好像也不是在超錄定制的 所以這裡沒有任何關於他的醫療數據 喔 你可以找到他是去哪一家診所嗎 說不定這樣阿卡拉就可以找到他的醫療身份證號了 到處打聽看看 我們已經有他的電話號碼了 不錯阿 這邊肯定是用 問他的話肯定是用博士的聲音去問阿 那在那之前我想要先看一下其他人的檔案 亞德里安佛格森,47歲 當然了他現在在請病假 他也是一個蠻無聊的人 前前並購增長,無數圖表 喔,有一個聽有意思的郵件 內容是關於他還蠻擔心 新的總裁會有可能影響到利益相關 或者對於超路公司的信任 嗯? 亞德里安認為新總裁可能會逐步弱化 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係 這樣子是不是在暗示說拉蒂卡其實也沒那麼壞阿 他現在正在努力的弱化 這些既得利益者之間的合作關係 對話結尾寫著 我們應該面對面談這些事情 哇,這裡有大量資金 是提供給到不同的慈善機構和城市的 看來這個公司好像真的有在履行對於社會的承諾 除了蜘蛛SPW和MMA之外 佛格森好像對這兩個項目不是特別了解 所以佛格森可能根本就不知道社會心理福利在幹嘛 維持維護阿卡拉這個項目的成本出人意料的低 而且這個項目還真的產出效益了 就算他目前只是運用在公司內部 恭喜我們的機器人阿 他真的是一個CP值非常高的機器人阿 但除了這些之外 找不到其他有意義的東西了 也許我們可以使用那個老總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信任來衛造些什麼 我覺得我現在不要那麼急著通電話 我現在應該要繼續收集資料 然後準備好我們的武器 先...問個多多話有沒有其他消息 好像沒有 來找找看人力支援部的凱倫吧 他到底是人類還是機器人 24歲 然後他的名字是人力支援部門的凱倫 他自己的姓名填寫就是明凱倫姓 人力支援部門的 他還真是有點古怪耶 他的檔案中你看起來挺正常的 到最後都是正規的...證據的訊息 規矩道反而覺得更奇怪了 像是偽造的 我的意思是誰會無聊到這種程度阿 他整個個人檔案好像是怕冒犯到他人一樣填寫的 我可能想太多了 多多萬你不是應該...善於思考嗎 你這個時候怎麼會覺得我想太多 把我們先放在任務上 這真的太奇怪了相信我 凱倫我覺得他是機器人耶 他可不可以救助我們的阿卡拉吧 誰會知道這種公司會隱藏什麼樣的秘密阿 我們手楼上還是有更要緊的事情去完成耶 多多萬你可不可以問一下阿卡拉他是不是凱倫阿 因為阿卡拉這個傢伙 你不問他他就不跟你講耶 我們來先看看誰的檔案 來看一下他瑞莎吧 這隻母豬 我得運行一下我的數據速度軟件 你們應該一大堆跟他的... 有傳出緋聞的數據吧 蛤他才29歲喔 他比戴娜還要小 他的固定電話號碼還寫在這裡 其他的都是素描 概念創作圖 集體討論的筆記 那麼有一點意思的東西就是 他考慮該如何打包一下新總裁 好幫他做介紹 他正在研究如何正確的傳達他們的心理念 同時讓局勢演變得對超路更有利 他的筆記上面看起來 拉瑞莎好像很努力的在想像 他的新老闆的性格跟長相 說不定我可以利用這一點 他還沒有見到面 但是他一直想把他包裝 那到底是做了什麼工作 那時候拉瑞莎有跟我們講嗎 我們只知道他一來他就會一直發情嘛 一直很浪這樣 這個女孩還挺光明正大的 呃... 應該看看誰的檔案 也許我現在應該要先來偽造一下囉 用... 約翰娜 我看我可以打給誰 用約翰娜打給戴安娜 看會怎麼樣 戴安娜應該會嚇一跳吧 突然一個珠罐打掉給他 他這麼怕被除掉對不對 55914 244 沒問題